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的第七章 第七章主要记载洪水的那一个发生的情况 在昨天的经文第六章里头 我们看见上帝因为地上的人都犯罪 经文说罪大恶极 而且昼夜思想的都是罪 而上帝就要审判这个世界 在第六章第七节那边给我们看到 上帝的目标是要所有的生物都灭绝 但是很快在第八节 第六章的第八节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只有挪压在上帝的面前蒙恩典 这一辈红水的记载常常是让人陷入一种的两难当中 有些人很极端的把自己看成是上帝 毫无讲理的满不讲理的来去灭绝这个世界 这是某一些人的看法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却也能够在经文当中 其实处处看到上帝在给予机会 给予恩典 施恩典的那一个的途径 施恩典的那一个的预备的施恩典的方法 当上帝一边说全世界都要灭亡的时候 另外一边却让我们看到一条的出路 留下了挪压一家人作为那一个的蒙恩的途径 甚至有圣经学者认为说 那一个漫长可能好长的时间来建方舟 有人说可能用了120年来建方舟 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要让人能够来去回应神 让人能够来去在这个过程当中 来邀请人 邀请人回转 上帝是一个留下救恩的出口的一位的上帝 上帝的心不是怀着要灭绝人类 上帝的心是要让人能够回转 很可惜在那漫长建造方舟的过程 没有人回应上帝 到最后只有挪压一家 进入到这个方舟当中 在第七章里头 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确是要保留生命 而不是纯粹要灭绝生命 因为上帝也告诉挪压 祂要带七公七母 这个捷径的动物 然后一公一母不捷径的动物 我们看到前面讲说要灭亡 灭绝所有的 但是来到第七章 除了挪压一家 还要让动物能够留鱼种 其实昨天师母带领我们领袖的时候 帮助我们注意到在第18节 有一个但是 那边讲到说上帝要跟挪压立约 好让能够保全生命 这一些的动物也好 其实跟挪压一家在一起 进入到方舟里面的 就是能够保全生命 有人说 方舟其实也好像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样 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能够保全生命 很可惜 人在这个救恩的面前 他们却是丝毫的不去看这个救恩 拒绝这个救恩 这是让人非常可惜的 纵然如此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放弃把握机会 为主来做见证 邀请人 纵然人忽略方舟 人忽略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仍然要扮演我们的角色 好像挪压在那个时代扮演他的角色一样 邀请人进入到上帝的恩典里头 这是第七章记载洪水的那一个的记录 我想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反思 我觉得第一个反思就是 我们必须要先承认 上帝是那一位公义的审判者 从上帝的角度来做审判 那是不会错的 人可以有很多情感 人可以从自己的出发点来看 为什么上帝用这种的方法来审判世界 但是人始终是人 人不是神 人没有办法看到整片的图画 人没有办法看到那造物主 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受造物的那种的眼光 我们要承认上帝是公义的 他是这个世界的拥有者 而且他又是那公义的审判者 他不会因为他拥有这个世界 然后他就用他的霸权 用他的那一个转变喜乐无常的 喜恶无常的那种的心情来处理事情 上帝不是这样 那是我们看电影或者在历史当中的一些 古代的暴君 他们拥有他们的国家 但是他们却没有好好地去治理他们的国家 但是电影响为上帝不是这样的暴君 他是那创造者 他也是那公义的审判者 第二 我们看到其实神 看下我们说过的 他是那一位充满灭敏的 他口说要灭绝 但是他同时开了预备了一条的路 让人有机会选择 可惜的是 人不选择那一个的方向 到最后他仍然保留挪牙一家 他仍然保留动物七对或者一对 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 他为什么保留挪牙一家呢 原来上帝要在创造这个世界 他渴望这个世界最终得以改变 这些罪大恶极的 这些不愿意悔改的过去过后 新的时代能够展开 挪牙的后代 这些的动物繁衍的后代 能够还这个世界一股清晰的景象 让人很可惜 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到 挪牙 就算挪牙的家庭 当他们没有依靠神 用自己的方法来行事的时候 仍然容易陷在罪恶跟软弱当中 人就是如此的需要上帝 没有了神 我们真的很难 我们不能够做什么 求神联名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让我们在这个红水的记载当中 看见你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 让我们学习从你的眼光来看事情 谢谢你 总是为我们预备救恩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